Hey guys, it's Cobra 今天我們要繼續拍進手飯的錯誤 今天的問題 跟肌肉無關 其實是一個腦袋的問題 看法的問題 英文有一句話說 Putting the cat before the horse 中文應該是 本莫倒置 本莫倒置 嗯,什麼意思 你通常會聽 飲食比鍛煉還重要 這個概念 我自己覺得 沒有那麼有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飲食跟鍛煉的影響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飲食方面 非常完美很理想 你吃的都滿讚 然後你都沒有鍛煉 你知道嗎?你的嘴巴會非常強 但是從你的脖子 下面的肌肉 都不會有什麼成績 我們換一下鍛煉的方面 如果你鍛煉方面非常完美 你訓練強度跟頻率足夠 但是你的飲食非常爛 你知道嗎? 你還是會有肌肉 你還是會增進 不過 這個增進的過程 一定會被影響到 你飲食很爛 你訓練恢復的速度 真的不會那麼理想 所以 雖然你有技術增肌 你身體會感覺很不舒服 你天天會很累 感覺全身都很重 很慢 所以 鍛煉 非常重要 但是飲食 也重要 因為你飲食很爛 會影響到你鍛煉的方面 所以 也會影響到你有沒有增肌 最好的情況就是你飲食完美 鍛煉完美 這樣子的話 你那個過程會很順利 然後 你身上會有很多成績 關於增肌這個問題 飲食的影響是間接 並不是直接 鍛煉才有一個直接的影響 你們不要把鍛煉放在後面 對增肌 鍛煉是第一名 飲食是第二名 飲食是為了增加你鍛煉的那個表現 但是你不能吃到壯 雞肉是煉出來的 你知道嗎 我希望你們不會 put the cut before the horse 飲食是為了加強你鍛煉的表現 鍛煉才是雞肉的來源 你們可能在想 Cobra你剛剛說 飲食是為了加強我們訓練表現 我訓練完 沒有1.0秒之內補充蛋白 我訓練就浪費掉嗎 你知道嗎 最重要就是你整天的飲食 不是你每幾秒吃什麼 只要你每天 攝取你所需要的熱量跟養分 就好了 那些幾點吃什麼 是看個人的感覺 是看方便性而已 你不是因為沒有 一秒鐘之內補充蛋白 沒有什麼肌肉 才是因為你訓練 那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訓練強度應該不足夠 或者你訓練頻率也不足夠 不是因為你沒有補充蛋白 你知道哪一個訓練算是浪費嗎 就是你沒有做到那個訓練 我給你們一個例子 像我我都是空腹訓練 為什麼 因為我訓練前吃東西 我會感覺很不舒服 這個會影響到我訓練的表現 所以我都不吃 運動完想吃就吃 但是有些人他們運動前沒有吃東西 就投運了沒有什麼力氣 所以這些人一定要先吃 這些小因素真的是看個人 只要你方便 還有你個人覺得舒服 那你就做 看整天看整個畫面 不是這些小小的地方 哪一個項目算是整個畫面呢 第一個就是訓練強度 接下來你訓練頻率 最後就是你的飲食 只要你的飲食足夠提供你所需要的養分 讓你肌肉能夠恢復就可以啊 這些問題都處理好之後 你們只要學習 耐心 繼續練下去 猜猜看 這部視頻被寫贊助呢 AP Nutrition 如果你們需要補充品 可以到他們的網站 每次跟AP購買東西 你可以利用我的折扣代碼 Cobra 就有大家 掰掰 訂閱 下次見